大家好,我是Jason 很高兴又和大家一起回到我们LBS课程学习当中 在上两节课里面呢,我们通过学习 对谷歌地图开发所需要的基本权限 以及几种常用的定位方式 做了一个非常深入的了解 那么在这节课里面呢 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学习 谷歌地图开发所需要的几个核心类 那么在我们这节课开始之前呢 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声明一下 由于谷歌现在API版本已经升级到V2 那么V2版本已经声明了不支持之前的V1版本的API 也考虑到后面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使用V2版本的API去开发 那么我们在这节课里面呢 就转而对V2版本的一个学习 那么此前的V1版本 我们就暂时不在这节课里面提起 OK,接下来就进入我们这节课的学习 那么我们今天这节课呢 跟以往有所不同的是 我们今天将对照谷歌最新的开发者文档 来进行一步一步的学习 那么对谷歌地图开发所需要的几个核心类 那我们直接在它的开发文档上面找到 对他们做一个比较细致的了解 OK,那么打开我们已经准备好的API文档 OK,那么这是谷歌开发者网站上面的V2版本的开发文档 大家看到 OK,首先我们来认识第一个核心类 就是这个MapFragment 根据这个谷歌文档当中的描述 MapFragment呢 是继承自Fragment的一个子类 那么这个也就适用于我们 在Fragment这个框架当中 使用到谷歌地图的这样一种场景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当中 MapFragment的对象 实际上它是一个包含着Map 也就是我们谷歌地图的一个容器 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类当中呢 获取到访问谷歌地图的所有对象 这个对象 Google Map OK 那么这个当中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 Google的Android API 它接受的是Android版本3.1 它这句话当中呢 说明一个问题就是 MapFragment这个对象呢 它的使用是基于Android 3.1版本 即以上的 才已经有的一个特性 那么在3.1以下的SDK当中呢 我们应该如何使用 这个VR版本的API呢 那么它这一个地方就告诉我们 如果没有使用比3.1更早的SDK呢 那我们当中可以使用这样子一个类 SpotMapFragment来进行替代 那么这样子我们同样呢 也是能获取到地图实力 OK 我们结合我们的代码 OK 让我们来记录一下MapFragment 它这个类的一些特点 首先它是继承字Fragment 首先它是继承字Fragment 的之类 OK 第二个 我们可以通过它获取地图实力 获取地图实力 Google Map OK 第三个 Android SDK Level 12 以下 必须使用 必须使用SpotMapFragment进行替代 OK 好 这个就是我们在官网的开发文档上面得到的一些提示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个第二个核心类 MapView MapView呢 通过MapView我们同样可以获取到一个地图实力 那么这个跟我们V版本的获取MapView的方式是一样的 它是记成字view的点 那说白了 它就是一个view 通过它 通过它我们照样 也可以获得一个地图实力 OK 那么接下来这一行字呢 它就点出了我们使用MapView 跟前面的MapFragment最大的一个区别 我们的MapView呢 必须在生命 在Activity的生命周期中进行 生命周期中进行处理 那么可能有人会问 那么同样MapFragment跟MapView 同样都能获取到我们一个地图实力 那么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呢 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地方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两个的区别 那么首先MapFragment 基层次Fragment 而MapView是基层次View 作为View的一个字类 那么他们的一个负类不同 那么第二点呢 在Fragment当中使用Map 我们不需要去管理Map的生命周期 那么在整个生命周期当中呢 它是由Fragment自己去管理的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不需要手动的将其释放 那么这个地方跟MapView是有所区别的 MapView在生命周期当中 它通常是在Activity当中声明的 在Activity的生命周期当中 我们都必须显示的去声明 去释放MapView 那么这个就是它第二点的区别 那么这个是在设计的 这是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呢 第三点 MapView旨在Activity中声明和使用 OK谷歌地图第三个核心类呢 那么这个核心类也就是谷歌服务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Google Map OK我们可以看到Google Map它是一个对象 那么咱们看一下下面的这个注意的地方 OK 这句话告诉我们呢 在使用Google Map这样子一个类的过程当中 要注意它只能在主线程当中给调用 假如我们在其他线程或直线程当中调用呢 那将可能会引起一个Expression 引起一个异常 那么在使用过程当中呢 大家要注意了 那么Google Map这个类呢 它有什么作用呢 这个呢 就我们跟我们V版本当中的MapController的作用是差不多的 那么它当中集成了很多接口 大家看到这些接口无非就是对谷歌地图 在谷歌地图上面的操作 OK 大家可以看到 不但是这些监听 对地图的一个监听 那么还包括这下面 以及添加地图上面的覆盖物标注 以及动画 等等等等的 非常多的 非常丰富的一个类 OK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自己进入到谷歌地图官网的这个开发者文档 来进行学习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那么接下来我就通过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 来跟大家演示如何建立谷歌地图的一个实例 OK 我们回到一个例子当中 OK 那么首先呢 我们还是检查一下我们的权限 OK 我们的key已经导入进来 权限在上节课当中也已经设置完毕 OK OK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当前是使用 谷歌地图VR版本 那么VR版本呢 它自然而然就已经集成了 默认会使用到OpenGL的一些特性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必须得在我们的配置文件当中声明对OpenGL的引用 OK 那么我们在这个当中添加养声明 OK 这句话就声明了 我们当中会使用到OpenGL的一些特性 好了 接下来我们跟以往一样我们在使用一个空间之前呢 我们必须先到它的布局文件当中去声明 OK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我已经声明了一个一个Fragment 那么这个Fragment使用的是MapFragment 那么这当中呢 意味着我所使用的Android SDK必须是3.1以上的版本 那么为了以防万一 OK 我们这个地方加上Spot 把它改成SpotMapFragment 那么这样子一来 3.1以下的SDK也是可以支持的 OK 那么声明了布局这个空间之后呢 那么又回到我们的Activity当中 OK 这个地方我们得稍微修改 将这个计程的Activity改成FragmentActivity 因为我们在布局文件当中已经声明了 我们这是使用的是一个Fragment这样的一个框架 OK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继续编写代码Spot SpotFragment OK 定一个Fragment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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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将我们刚才声明的MapFregment 已经实力化了 OK接下来呢我们来获取一个地图实力 那么在前面讲解的地图实力是如何获取的 获取地图实力 Google Map OK大家看 我们就完成了一个地图实力的声明 OK是不是很简单啊 好了OK接下来呢我们来简单的设置一些仓数 OK我们使用SetMapType 这个方法有什么作用呢 这个方法的作用是设置地图类型 有接触过V版本的一些朋友可能会记得 我们V版本当中可以设置三种不同的地图类型 它分别是卫星图交通图以及街道图 那么同样的在我们V版本当中并没有抛弃这个功能 那么这个功能呢它使用了这样一个方法 SetMapType 这样一个方法进行设置 OK那么这个地方它的仓数呢都是每一句类型 那么看到它每一句类型 OK大家可以看到 好这个当中 它有一二三四五五种地图类型 OK我们选择normal 好接下来讲解一下五种不同的地图类型 OK第一种咱们按顺序一个一个来 第一种地图类型它代表什么行义呢 混合地图 OK什么叫混合地图呢 大家来看一下这张图 OK 大家看到中间这张图 这就是所谓的混合地图 那么这个地图上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很明确的 这是一个卫星 卫星定位图 那么卫星定位图上面呢 它在每一条街道纵红交错 这些街道当中 它都已经将这些街道明确的划分出来 那么通常呢 这种所谓的混合类型的地图呢 它都是同时几种不同的地图数据图层的一个叠加 OK 第二种 第二种类型的地图呢 大家看到 Satellite Satellite 这个就应该不用我具体解释了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卫星地图 OK 第三种 第三种地图 同样的 大家来看回到这张图 第三张图 第三张图 这是地形图 地形图 在这一张图当中呢 它可以描绘出在这个地图当中的一些地形地貌 OK 第三种 地形图 好了 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 Normal 那么呢 那也就是我们普通的 这种上个图了 那么它所展现出来的 只是一些简单的路线 这当中还有一个特殊的地图类型 Num 那么设置了Num属性之后呢 这个 这个类型呢 它是 5 5初始 贴片 那么 设置了 Num MapTypeNum 这个属性之后呢 我们在初始画地图 显示出来地图是一个空白的 没有任何地图贴片的 这样子 一个画面 OK 这些就是 几种地图类型 那么 接下来呢 我们还需要 设置一些 简单的一些属性 比如说我们要设置我们在地图上默认写出我们当前的位置 OK set my location enable 等去 OK 那么就是 将会在地图上 显示 我当前位置 OK OK 接下来 我们设置 这是 是否 是否 使用 是否 使用 地图上面的放大空间 以及是否使用缩放手势 OK 在google map的getuisettings这个方法下面呢 ok 将这个方法设置为true 这样子一来呢 我们就可以在地图上使用google地图默认的缩放空间 ok 接下来我们启用在地图上面的缩放手势 是 ok 那么我们再加上最后一个属性 是否使用指南帧 ok 那么这也是谷歌地图里面默认的一个空间 ok true ok 好了 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将仓数设置完毕了 ok 那么这一节课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ok ok 谢谢观看